直接就是我們大客廳 哇 無敵的海景 室內就有破百屏喔 被海環繞吧 在家裡面有私人的KTV 你不覺得這很像是偶像劇 才有的那種家嗎 就是韓劇了 我現在帶你看啊 就是這一區淡黃區 十家登陸最高的一個房子 像這個社區啊 它其實就真的像陸駐飯店 它的挑高的氣派的大廳 然後再來它很齊全的公社 下班去你家之房屋估價王 今天雪寶要來挑戰房屋估價 所以我請到的是北台灣的頂尖房仲王子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子 今天我會準備三間房子 那陸續帶你看完 那看你有沒有辦法 準確的估到這個房子的價格 屋叉子兩百萬 上下兩百萬 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挑戰 今天安排我覺得最厲害的房子 真的嗎 真的真的 哇 真的是超大玄關的耶 直接就是我們大客廳 哇 無敵的海景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稀有的房子 哇 而且是超大坪住的 它室內就有破百坪喔 被海環繞吧 對 哇塞 在家裡每天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海景的豪宅 而且是百坪豪宅 喔 因為其實說平常要找物件 你要找到大坪樹的豪宅是容易 但是你要找到無敵海景的豪宅 就是很難的了 我們看一下它這邊呢 有做一個霸台啊 然後還有一個燦桌 你不覺得這很像是偶像劇才有的那種家嗎 就是韓劇了 霸氣這種才的家 歐巴 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這邊 它這邊有做就是一個霸台 那主人啊可以在這邊泡咖啡或者是調酒 在這邊真的很厲害 可以叫朋友一起來那種 可以來這邊開紅吧 哇這個好棒喔 對這房子真的很厲害 那我們再來看它這個豪宅標配的廚房好不好 哇一般家庭的廚房可能就是小小的 兩邊耶 對這是整個大空間 中間在擺中島的IH路 這個整體來說呢還蠻溫馨的 蠻溫馨的 對 這個我有看錯嗎 好那我們直接介紹這邊 等一下這我有看錯嗎 先看一下這裡是茶水間 那這是在家裡面有私人的KTV 這太棒了吧 這個是真的是專業在做KTV的 然後整個視聽音響這樣子 上面有那個耶 霓虹燈耶 在家裡就是KTV包廂 太誇張了 這個是我真的做了這麼久看過 在家裡面最浮誇的 我連在可能七起的豪宅 都沒有在家裡有這種KTV的 接下來這一間呢 是他們的 也不用去公社了 專門一間就是讓你打麻將 哇 你很難想像就是一個房子面 家裡有一個專門的 對這麼大間喔 然後明明可以擺床 但這個就拿來打麻將 娛樂用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鮪魚這樣子 簡單的鮪魚這樣子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娛樂間 但是它娛樂間不是一般的娛樂間 它其實有兼顧說 你使用或是你找朋友來的時候 他們想上洗手間啊 想喝東西啊 它其實都離很近 沒錯 這個是工作室嗎 對 現在屋主這間就是使用上 就是一個辦公室 你看它放一個辦公桌 然後在這邊工作 那這一間的話我比較喜歡 因為這整個空間 就是一個大主臥的空間 其實這一間也是一個主臥 只是這邊把它隔成一個工作室 辦公室的空間 那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每一個空間 每個空間採光都超好 我沒有小訪客欸 小訪客 我沒有小訪客欸 原來你是主人啊 對他是主人 他是主人 比我還幸福的主人 謝謝他借我們開箱欸 對對對 謝謝小黑貓 好那我們繼續 那我們繼續看主播室好了 很大方 小黑貓我們要去看你房間囉 他說好欸 這個 這個 對這一間的話就是主臥室 它大在哪裡 我們再往前面看 這個是 隔出來的 衣帽間 我跟你講這個已經不是 衣帽間等級了 不是 這太誇張了 它這個是服飾店了吧 接下來 來他們主臥室的衛浴 你看它做 就是整個做這種防潮的食材 所以都不會潮溼 也不會黑黑 這樣子 我看它多深 我要進去一下 OK OK 它很深欸 它很深啊 這個是 兩個人在裡面 可以 可以的欸 可以的 我覺得三個人好像也可以欸 三個人可以 可以欸 可以可以 然後你就會一邊泡澡 然後一邊這樣 哇好愜意喔 這間真的超棒的 飲料拿起來 喝起來 如果想要入手這種頂級的豪宅 應該要注意什麼呢 要買這種房子啊 其實沒什麼好注意的 就是 錢 跟 錢 跟 跟 跟 好不好 那你猜猜看這間房子多少錢 就三億吧 哇 好 待會揭曉 好 OK 王子 那你接下來帶我看什麼房子 我現在帶你看啊 就是這一區 淡黃區 石家登陸最高的一個房子 怎麼回 電梯大樓 喔 OK 為什麼要強調電梯 這邊啊 周遭都是 比較多是店面啊 舊公寓啊 四五十年老公寓 那這邊它是淡黃區來說 它的電梯大樓是非常稀缺 樓高是三十一層樓 那一般的電梯大樓都是用RC 但這一棟卻是SRC 鋼骨結構的 自己家也是在做板磨工程 我也曾經當過工人啦 一般的RC就是綁鋼筋 然後混泥土 就是拉麥空車 然後灌水泥 一層一層這樣往上蓋 可是像鋼骨結構 就像台北市很多的那種 一開始你就看到 哇 整根骨頭 很多那種鋼骨 其實這就是差異化 簡單粗暴來講 就是說它比較堅固一點 就是大家如果怕地震什麼的 其實可以去看看結構 那還有什麼特色 它是這個河畔兩側 所以它其實每一棟建築物 每一棟每一棟之間的 洞距都非常的寬 那對 只要是樓層不要太低啊 你家樓層是比較高一點的 它的景觀都非常的好 那相對的採光也是非常的好 又通風 對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河畔兩側的電梯大樓 的好處 這個好處 重心的非常強 對 就是這邊啊 醫院啊 診所 然後想到都有 夜市也有 這是這一區 生活技能最強的地方 也有車站 也有公車站 然後再來火車站 然後上國道一號呢 要到台北也非常的方便 這就是我們這間的房子 這就是所謂你說的 蛋黃區的房子啊 沒錯 這一間的話 它的總坪數全壯是 17坪左右 那室內這個空間大約是12坪 12坪 它就是一個一房一廳一味的一個格局 這個格局一開始啊 它是可以做整個大開放空間的 對 只是說它做了一個分割 就是隔開來 一個客廳 然後一個房間這樣子 一般的房子 你很難買到像這樣子的採光跟動具 視野跟採光都非常的好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它這是有隔開的 哇 這邊就是我們的房間的部分 嗯 對對對 而且我發現有一個蠻好的點 是因為它這樣子 它採光又增加了 增加了兩面兩個採光的地方 哦 所以它其實 小小空間 無髒俱全 其實都有了 那像買這種房子 我們應該要注意什麼呢 這個啊 買這種房子其實 因為它已經是在蛋黃區的 那它單價已經很高了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 買這個就是當做你自己住 或是你想要長期的做收租 這種自產類型 你再來去買這個房子 因為蛋黃區它的價格 一定會是單價最高的 嗯 那它的上漲一定是有限的 哦 因為它沒有量 那就不會有價 還有像買這種房子啊 就是它的屋齡 像這一間的屋齡是16年了 嗯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既然這個裝潢都是最原始的 那我們就要很小心就是 看它會不會有滲漏水的問題 這個是消費者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欸雪寶那我問你 什麼問題 你猜猜一看 這一間房子 嗯 多少錢 好1600啦 哇那你非常喜歡這間房子 真的 你感覺超喜歡 黃子 王子 你帶我看的這一棟是什麼 這一棟呢 是我們的交通 重劃區飯店市宅 交通你們可以看到後面這邊啊 它這邊就是我們的國道3號 這個社區呢 它本身還有兩班的公司 可以指導台北市 自己有做實測 當初這個建商在打廣告 是說到台北市15分鐘 我自己親自開車實測 對很好很好 其實要大概快20分鐘 快20分鐘 這邊是這個區域這一塊 僅有的一個重劃區的社區 到現在這屋林大概是一年而已喔 嗯 入住率是八成以上 喔那也會不會是因為入住率高 所以這邊的生活技能 相對會不會比較完整一點 其實蠻完整的 診所 超商 賣場好像也有對不對 有有有 像這個社區啊 它其實就真的像入住飯店 它的挑高的氣派的大廳 然後再來很齊全的公設 那我們等一下去看一看 OK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一棟 剛剛要介紹的 其中一間 沒錯 它是長什麼樣子的 像這一間 它就是我們正三房的一個格局 怎麼樣算是正三房 就是三個房間 都有辦法放下雙人床 喔 這個叫做正三房 這是基礎 如果說那一個房子 是只能放單人床 甚至就小小的 我們俗稱2加1房 對 這邊過來這邊 就會是沙發 然後放 電視的地方 好 然後這邊是 哇這邊整個採光很好欸 因為我們這邊是朝東的 對 那所以它的採光是蠻好的 欸這邊是一臥還是兩臥啊 兩個 兩臥 所以這邊是其中一個 客臥 對 喔 也是有做基本的乾濕分離 這些都有 好 然後再來是 這是次臥 這件是次臥 這件是客房 嗯 現在是有開燈 現在有開燈 我把燈關掉 喔 採光超好的 其實沒差 其實幾乎沒差 你看喔 其實沒差 我們要進到主臥去了 哇 這感覺上女主人好像已經 蓄勢再發了 東西都放進來了 準備要進來 就是 主臥室的衛浴 哇 這邊還藏了一根衛浴 對 這邊是 嗯 它的設計會讓人家覺得說 啊 就這麼小間 可是 欸打開門關上之後 欸 有一間就是主臥室的衛浴 然後這邊搭配的是一個智能馬桶 衛浴也是有開窗的 嗯 對 所以它是非常通風的 就比較不怕會有潮濕發霉的問題 像這一間的總平宿是落在43坪 對 然後加一個平面車位 那你看到室內這些你腳踩到的平宿大概是23坪 嗯 那公社比咧 公社比大概34吧 喔 合理的公社比 沒錯 像大家找重劃區的房子啊 我覺得你們可以朝幾個方向去看 這個建案這個社區標的屋的周遭 是不是有很多的新房子 或者是說像這個社區 周遭都是老房子 對 都是舊公寓 嗯 沒有什麼電梯大樓管理的社區 那這個就是稀缺性 一個房子啊 建案的稀缺性會 關鍵在於它未來的交易量 嗯 因為那個是我們現在年輕人 生活型態的改變 嗯 因為買房子的主力已經慢慢變成 八年級九年級 都在買房子的 嗯 但這些年輕人是不住 那種爬樓梯公寓的 那這樣學寶問你 嗯 你猜猜看這一間啊 我帶你介紹這一間 多少錢 欸你這樣子我壓力很大 好猜一 一千五吧 有點接近 是有點嗎 對有點接近 王子 是 該是解答的時候了 沒錯 見真章的時候了 我猜的重劃區 交通 飯店宅 是 才一千五吧 一千五百萬 對 這間現在以行情來說 加上有裝潢的 會落在一千七百萬 哦 所以剛好 耶 上下兩百萬 耶 得分得分 耶 那淡黃區 河畔房 是 景觀宅 是 一千六百萬 現在這間啊 以我們市場在賣的話 九百萬就買得到了 蛤 我五倍槓桿開錯啦 太錯了 糟糕耶 代表你真的很喜歡那間房子 還有一個讓我超驚訝的 海景豪宅 真的是 我第一次看到 無敵海景豪宅 我那時候猜 三億 這個就差的有點多了 這間現在也有在市場上面賣 那 對 差很多 三題對一題而已 有啦 得一分啦 得一分啦 得一分 還算還可以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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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齁 對 各位觀眾 聰明的你們看到這裡一定知道 雪寶今天在哪裡了 其實我今天是莫名其妙被帶過來的 原來 我們今天的三間房就在基隆 就是我們的基隆女婿 也就是基隆的頂級房 中王子 哈囉大家好 我是基隆女婿王子杰 現在才講 對 基隆女婿啦 好啦 那基隆女婿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在地人在買房 有沒有什麼特別跟外地人想的不太一樣的地方 OK 這個其實在外縣市來說啊 基隆就特別囉 對 你看其實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 基隆非常潮濕 對 常下雨很潮濕 那所以在基隆其實大家比較會去看西塞的房子 啊 因為就比較不會潮濕了嘛 嗯 窗戶開那邊嘛 對對對 就比較不會濕氣這麼重 反而大家都希望就是陽光能趕快進到房子裡面 選擇的那個方位就很不一樣 然後再來呢就是 基隆這邊啊 就是非常的缺停車位 蛤 這個跟外縣市來講 基隆是更缺更缺更缺 更缺 這邊的房子啊 都是四五十年的房子居多啦 嗯 對那以前的房子都是爬樓梯的公寓 它比較不會有那種電梯大樓有停車位 那目前基隆市這邊的新建案啊 車位一個竟然高達三百二十萬 有人買單 哈哈哈哈 基隆有七個行政區域 對 可是每一個區域啊 新建案 你用手指頭算得出來 不超過五個 哦 所以要嘛就找到很舊的 要嘛就找到很新的 但很新的也是稀缺 對 現在啊政府不是在打那個囤房稅 嗯 那我們貸款第二戶只能限貸六成 可是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基隆市是沒有這個限制的 就是其實基隆在以往啊幾年前 就一直被市場低估了 那對市場來說有一個邊際效應 非常多的雙北人的 甚至到桃園都有人 外溢來這裡 對 跑到這邊買房子的 所以算是一個利多 然後也是 也大家外溢的其中一個選擇 沒錯 講到這裡王子我有點好奇哦 你不到30歲是怎麼變成頂級房仲的啊 其實是真的一路上非常的破釜沉舟 那也是用睡眠時間換來 當然最重要的 那如何成為一個真的客戶的顧問 那還是真誠 不要去說去欺騙或者是去話術客人 那我們是用比較真誠 假設現在年輕人要買房子 那條件真的貸款沒辦法 那我們也不要硬把他推到簽約做上去簽約 就是誠實以待 然後利他主義 對 然後還有就是用很多很多的努力來換來 沒錯 好 那我祝你一切順利 謝謝 也一直一直很頂尖 好 然後我們也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謝謝王子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我很愿意 好 謝謝よろしく 如此 per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